飞飞飞飞飞蝶 飞蝶 五蝶 黃黃子鳥 每天都興起 都興起 飞蝶 五子鳥 又沒帶鑰匙出門去 找不到左邊的耳機 前暴風的離天開始下雨 雨傘迷路在剛剛的街雨 手機點亮紅色情緒 等不到他回我的訊息 暈穿暈到難記憶 心變得冷冰冰 連心人都用眼神表達同情 Good day only 這運氣今日限定 大口聲呼吸 還是要 還是要笑著告訴自己 歡迎來到飛碟五子鳥 我是黃子鳥 這裡是飛碟聯播王 11月11號 這個聽起來很熟悉 很重要的日子 要去買東西的日子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比如說前幾天我有PO文 講到我心我行的這部片子 終於在今天要上檔了 看過這個片子也訪問過主角 在交心食堂很感動也很敬佩 也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在今天 除了清空購物車之外 買一張票進去看 這個片子像藝術表演 它也像是劇情片 它也像紀錄片 從經典的一個五馬 就是異教圖道 許芳穎老師創作的十三個五馬道 大家小時候或綜藝節目 常常會拿來搞笑的 棒殼精 你可以想像棒殼精在哪裡表演嗎 直接到田裡面 棒殼本來就應該在大自然的環境 不是在劇院 哇 真的太有意思了 包括老師跟他的學生的互動 他對學生的訓示 還有許多生命歷程 到美國發展 還有他啟蒙老師給他的影響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啟蒙老師 其實是演員 真正的老師已經過世了 不過那個老師也演得很像老師 就很像一代宗師 好 我們現在聽到的是理想混蛋 今年的十月 他們成軍滿五年 並且在明年要進軍台北流行樂中心 恭喜恭喜 Emoji要送不要緊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跌倒的姿勢要帥氣 就算浪費也要帥氣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人與生不如一時之八起 Kimeji要送不要緊 聽完了台灣的成軍十年的理想混蛋 接下來是我自己很喜歡的西洋團體 對 I want you to get together I want you to get together i know you 圣吉尔曼 其实你说她是团体吗 也不尽然 基本上她是一个 艺名 很多的音乐人 她在出唱片的时候 不会用自己的名字 会另外取一个 像是 最近 跟 Junia Watanabe 日本的时装品牌 合作的 Jemiro Choir 或者是现在听到的 Senderman 就是有时候会搞得我们很 Musasa 因为 就是你会以为她是个团 可她又不是个团 然后她又是个艺名 这样子 所以 就是以前我还真的以为她是个团 然后后来因为网路发达了 就慢慢可以去搜很多的资料 才发现说 其实她不是一个团 可她的名字就很像一个 她也是 反正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一首歌的黑胶 红玫瑰 五个版本 在这黑胶唱片里面 来自法国的 新浪潮的电子音乐的音乐人 我跟时尚玄武店团团的店员 在聊这个系列联名 那她就跟我说 就是一个之前很有名的音乐人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人我很熟啊 我以前很爱她的放课的这个先驱 然后呢 嗯 全部都快 她是一个团 还是一个人 比如说 如果你查网路维基百科 她会写英国流行乐团 但事实上她的灵魂人物就是那个 JK JK 然后几乎她的形象都是以她为主 其实她的团员是谁啦 那包括她有一个剪影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的IP人物 这次当然也大量的用上在 JK的联名衣服上面 那我看了就很亢奋 可是我也很替品牌担心 想说 啊她是要卖给谁 新一代的人 对军队渡达那北 甚至穿久保龄 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个时代 这么的崇拜了 新一代的音乐 爱好者 可能对 杰米罗奎尔 杰米罗奎 也没那么熟悉了 JK 也没那么熟悉了 对于那个图腾 那个logo 那個IP也沒那麼熟悉了吧 OK 其實他們就是要賣給我們 這一代的中年人吧 就大概只有我們這一代中年人看到這一批秋冬系列 會很亢奮 當年N年前他走紅的時候 哇他走紅的年代曰幕是 30年前開始出來 當時他就做了很多戴著民族色彩的打扮 包括他的帽子各方面都很有民族風 哇 現在把這些元素拉起來好像也沒有退流行 就是那個時代的某些元素 甚至他也是某一種時裝風格的代表 可是真的你要講說 新一代的人會不會買單呢 我其實替店家蠻擔心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可能像是某個時代的情懷 我記得我在第一時間好像是在微風南山逛道 我還立刻就PO文 果然按讚非常的少 甚至那個時代的人可能也沒有在follow我的FB了 他們也在忙自己的柴米油鹽了 新一代的朋友我當然就沒感覺 但是我是非常亢奮的 我是不小心逛道的 然後就覺得說 品牌也是蠻厲害的 像我們這些OG上 就是口袋裡還算是有點預算可以買衣服 就真的會給他捧場 買下去 好 所以剛剛是從理想混蛋為什麼會聊到這裡呢 實在是 就聊到團 然後後來才發現Saint German不是團 然後Jame Require不是團 不過今天並沒有要播Jame Require 我要再回到台灣 這是年輕人OZONE 原子系列的團體 我也是目前搞不太清楚 沒有follow這個選秀節目 但我身邊的小夥伴都很很很很很愛 或者是有在注意 一團又一團 不同的產品公司 有的是索尼籤 有的是滾石籤的 然後大家都開始陸續的發片 甚至在我想今年的跨年 這麼重要的全台的各個場域 很需要這群年輕人 聽說他們的開價都很高 因為人氣很旺 他們公司或者是經紀公司 可能也是想說 此時不撈更待何時 好我們來聽一下OZONE的歌曲 OAO 5點20分 喔對昨天晚上在蝦皮的跨業直播 前半段也有OZONE 我的小夥伴立刻拋下我 從休息室到這個攝影棚現場 看他們表演 那我是透過蝦皮直播看 OK表現真的是不錯 我的助理還因此畫了全妝 平常跟我工作的時候都是不化妝的 昨天我的皮邊給我畫全妝 謝謝 為你以前的每一天 都來 我要成為你回憶界 你的擔心想選一遍 慢慢來 我在這邊 再一次結合 最後幾天你 都確定 只想全部給你下次拖起 我不能一眼到崩壞之後 要知道 彼此有我 後裏你不用誓言 再次不再被捨斷 你不會被拒絕 再後裏有你改變 你不需要再試願 在陪伴的夢間 過去給你有情 唯一能占據沒有多餘 不用拍攬不是做夢 就是害怕隱隱作痛 你要的擁抱魔頭 想去那兒說說就走 有心的光點 追在你面前 電影的情節 帶你 底線 為美以前的每一天 我要成為你回憶界 你的擔心想選一遍 慢慢來 我在這邊 在世界的超空之天裡 我確定 只想全部給你下次拖起或誰 我問的雨夜到崩壞之後 我問你 我問你 你不用誓言 再次不再被捨斷 你不會被拒絕 再後裏有你改變 你不需要再試願 再次不再被捨斷 給你勇氣 為一段佔據沒有多餘 寂寞就什麼著作 再用完自己觸摸 再用完自己觸摸 我把你趕走 你只要感受 讓我的佔用 眼淚是我的著作 快看到你哭過 如果我可以讓一切倒楣 我想要你快樂 被人要賣 我問你 我問你 你不用誓言 這次不再被捨斷 我問你 你不會被拒絕 再給你 你不是要再試願 這次不再被捨斷 這次不再被捨斷 給你勇氣 每一段佔據沒有多餘 歡迎回來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團 也沒有像剛剛的故事 那麼的複雜 我們又要回到 黑膠時期的樂團 合唱團 演出團體 該怎麼稱呼呢 Mannhattan Transfer 他們是以聲音作為最重要的武器的團體 這張唱片呢 是1981 我看到這個網路上 在講 Jimmy Choir跟 Jimmy Watanabe的合作 也是講到英國傳奇樂團 可是我真的只認識JK那個人 好 那西洋的樂團 很多這樣子的概念性的團體 就是以一個人為核心 為中心 為Idle 為主角C位 然後到底有幾個人 其他人有沒有換來換去 除非你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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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去研究 不然像我這種就是 就是以聽音樂為主 但研究他們的故事為輔的 就比較沒有辦法去理解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有的團你就很明顯知道有幾個人嘛 像五月天 或者像Beatles 你就很清楚知道它就是個團 那麼我現在手上這個唱片有四個人 Mannhattan Transfer 他們有很多美聲的歌曲 那封面呢 老實講也非常有藝術感 我也是還沒有去查 通常我可能需要演講的時候 我才會去認真再去查一下 可是這封面搞不好 搞不好也是什麼大師做的吧 知道的越多就是越痛苦的 就像我常常訪問一些很厲害的專業人士 那一旦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醫生啊 或什麼的 我知道我今天就會訪得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很難抽絲剝繭 告訴你唯一的重點 我也很怕有的時候自己淪為這樣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知道的少一點 就好了 夠了 堪用 快樂 同樣還是他們的歌曲感覺很前衛有沒有 這是在桃園的老派購物學 花了200塊買了二首黑膠唱片 花了200塊買了二首黑膠唱片 就像我常常講的 基本上那個時代的音樂 你就算是忙買也不會差太多 那更何況我是知道這個團體的 他們的聲音非常的和聲 非常的美妙 而且就是有男有女的 雙性別主唱 帶著印第安Style的hybrid的圖騰風格 有一批喜歡Outdoor的朋友很崇拜 很尊崇 推崇 Jiminel Choir就是有這樣的Style的 Anyway 剛剛講到知道的越多很痛苦 但也很快樂 比如說慢慢認識很多藝術家之後就發現 其實原來某某唱片也是某某藝術家畫的 以前都不知道 OK 讀書的時候到了 要介紹一本書叫做 所有經理人相見恨晚的一本書 Up學 Up 往上的Up 每個人都想要往上 誰會停留在A 誰可以變A加 那這個書其實已經推出很久了 只是現在有一個暢銷250萬本之後的 新裝版 我還板橋了耶 新裝 反正 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更上一層樓 你真的必須多聽聽別人的故事 因為很多的理念 不是你在家想 就想得出來的 所以在週末假日之前 拿到這本 應該說是認識這本書 是個好事 下個禮拜你收到之後呢 可以好好的練習一下 讓自己Up 023639955 美聲的團體 最高境界 應該就是來一首 阿卡佩拉 不用樂器 完全靠自己的聲線 MING PAO And we're ready to give you a showin' I'm movin' and groovin' it's just begun We're brothers who are blowin' our horns We got a little message that you're gonna enjoy Ain't a sense of dancing the fire So settle in to reach a charity If you ever had it can't forget it It's time to relax You might as well admit it We're the best that ever did it But in case you ain't too sure we know it We're gone 但是當然不是每個團都會玩阿卡佩拉 阿卡佩拉的台灣團體也很多 可是後來我發現 要聽一整張阿卡佩拉 完全沒有樂器 好像 它 比較有一點點 Bug 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是不好聽喔 但就是你會覺得 少了點什麼 所以像Mahattan Transfer 他們大量的運用自己的Vocal 來表現 他幾位成員的能力 但是他們走的還是傳統的編曲 的路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放在这张专辑的压轴 完全可以彰显几位成员完美的声音表情 好的,讲到表情 演员一定要有非常厉害的演技 才能上金马奖金马五九谢迎轩主持 然后呢,这次的嘉宾包括了主席李平斌 导演诗之欲和、影后黑木桶 还有主席徐安华导演 另外还有一些大咖 张震、张爱佳、桂伦美、贾靖文 黄秋生、张孝全、尤安、顺承、柏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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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表演嘉宾呢 就是入围最佳歌曲的主唱者 全员到齐 包括你可能过去不会想像 哦,会在金马奖出现的曹雅文或是周星哲 新一代的演员宋云化、王靖、李淳、陈浩森、许光翰也都会加入 然后这次是新导演入围的柯震东 还有音乐人陈山尼、映底子、杨丽音还有之前表现 在戏剧里面应该是阿修罗演的也不错的王云轩 OK,总而言之11月19号 下午5点半台视频道 不过国副记者馆因为最近在施工 所以要去星光大道看明星的朋友呢 他们说要小心一下 小心一点 不然在家看电视也是不错的啦 记得锁定台视的转播 那隔两天我也要 对,我要去屏东 后天 我跟聂永珍老师在图总 对不起,总图 我每次都讲错 他们是图书馆总馆 图书馆总馆 不就缩写应该是图总吗 但他们缩写是总图 总图书馆 但是其实真正是屏东图书馆总馆 不是图总吗 我每次都会想一下 好,总图 总图里面的空间不大 所以报名都已经锁取完毕了 不够免费的 常常会有人放鸽子 所以搞不好你到现场赌 赌一赌,有机会进场 当然我也会带一些物件去分享我对设计的喜好 我当然在每一次座谈会都也会带一些礼物到屏东给现场的朋友 如果你实在进不来的话 听说他们也要开直播 因为很多人报名不成 所以就想要理解一下我们要聊什么 因此会开直播 接下来是吕孝纯老师的音乐 他出了一张作品 一张电音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吕孝纯老师是谁 吕孝纯老师做了很多的编曲的工作 二十多年都在帮人家服务 也是大家指定的大师 他现在出了一个Evolution Evolution的LU 是LU Lulu的LU 他把它改成了吕 吕孝纯的吕 Evolution OK 双关语玩得很有意思 讲到音乐呢 礼拜天我去屏东是跟聂永珍聊设计了 但是这两天其实也有一个音乐大事 就是张雨生的展览 想你到月球 北流会展到明年四月 这个是好多人好多人之前就不断的按赞预购的活动 那吕孝纯老师呢 他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大咖 台湾其实有很多宝 你看 从已经过时很久的张雨生到吕孝纯 不过我相信你们对于张雨生相对熟悉 对于李老师相对陌生 他的作品 他说这首歌在制作出奇的时候就觉得需要一个女生 后来认识了阿豹 不对 应该是说遇到了认识近二十年 而很久没碰到的阿豹 他就决定起阿豹来说话 说明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这次他做了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而且很酷的是 他只使用MacBook Pro 还有56TB的硬碟 完成了电子音乐 迷你专辑的数位版 他没有实体的CD 在这个时代做音乐更加的轻便了 欢迎回来 这几天在松山文创园区 也有创意内容展 尤其是一个未来内容的展区 两个仓库 里面有很多VR可以看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奥运选手的NFT 或者是有一些些艺术的联名 天眼喜笑变成了立体的创作 3D列印的大型雕塑 什么叫未来内容 未来内容可能有更加的科技 上面的运用跟帮忙 过去你要捏半天才能捏出一个艺术品 现在用3D列印就可以了 过去的艺术品是平面的 但透过手机AR 你扫一下天眼的牌卡 竟然变立体的 有厚度的雕塑了 或者是绘画了 那更不要说VR 你可以走进很多的故事里面 这几天到今天 是业界人士参观的场次 明天对外开放 每千个水水 我背的是地里面 我做是暖的空气 漫漫的花片 要有最好的担你 在这里 等你 之前的那个礼拜五 国部纪念馆金钟奖的现场 我们旁边有很多 很特别的跨界主持人入围者 我的对手们 包括了卓文轩 包括了郭忠祐 包括了赖慧如 他们都入围的主持人奖 还有懒懒 我跟他们都不太熟 但是也觉得蛮奇妙的 这是赖慧如的专辑 这首歌结合了 郭婷芸、谢金金、黄露瑶合唱的姐妹 不过老实讲 我有点分不出来谁是谁 或许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状态 这个大家的声音辨识度 不像以前那么高 像是即将要扮演唱会的 潘岳云跟奇遇 这两个人的声音 你不会听错吧 好大家在张大耳朵 努力听听看 赖慧如 郭婷芸、谢金金、黄露瑶 哪一圈红露瑶回忆 凤贵你是 jedoch有铃を 受谢一个人 冲の中心的事 我曾经�� 等你 來穿個碎碎 問過你四個禮堆 騎過你來的日子 漫漫你的花月 親愛的事一定 就在你的心裡 你的心裡 好今晚中心開心 花花一一 不管如何是一首很溫暖的歌 四個女生 四個女生好像之前分手快樂也是這樣子 還是I swear也是 就是當時也有好多不同的女歌手來合唱 這張專輯是國台與雙聲帶的 這個惠如滿也是很厲害 真要唱 曲風也很多遍 這首歌叫女人多愛自己 修圖 令人多愛自己 給這首歌 這首歌的主題 要找你 再唱歌 到達後來 愛你 見到我 在這首歌 真要唱著 和我 多爱自己啊 勇敢去冒险 这放在透开只是画的爱情 耍一点像任性 不完美也要活的谣言是爱自己的缺席 这放在享受一个人的自在 不用一个期待 拼奏属于自己的生了素材 画上曲点有一件的信 还为谁在想念 有人呀 总画想着 幸福回双眼 画画世界犹豫间行 太多浪漫情节 女人呀 多爱自己啊 勇敢去冒险 这放在透开只是画的爱情 耍一点像任性 不完美也要活的谣言是爱自己的缺席 就放在享受一个人的自在 不用一个期待 欢迎收集完整 Abdlम 这放在透开只是画的爱情 因为此时间明圆 LambORT